大家好 以前都教過自主五感 很快插幾個概念致詞 但我發現有一個問題 特別是有機會用英文教的時候 就問 其實自主五感本身的詞語是怎麼來的呢 它是來自中文 還是它是一個翻譯呢 有個機會去做資料搜集 就發現 其實來自一本書 就叫做Esteamed Builders 來自這位醫師 就是Michelle Bordebert 至少你要知道它的內容在哪裏 你才會明白 或者看看我們因為翻譯成為中文的時候 這個概念會成不成為一個問題 所以我就借一個機會去解自主五感的時候 就配上一些原先原本的詞語 希望大家解釋明白一點 那次序都跟以前一樣 其實自主五感有五個的感覺 不過那次序都用得挺好的 因為很多時候他在說那個方向 其實是對於那個層面 你的人會有什麼感覺 所以稍後你會發現 feeling這個字是重複出現的 第一 提升自主的方式 這個方式就跟能力有關 英文就叫competence competence 除了說你成不成功之外 其實有一個字叫accomplishment 也很重要 就是可能你就著某些事件 你一個人會不會有些成就感 例如我achieve了一些東西 我達成了一些東西 我得到一些的認同 這樣的話 成就感就會出現 所以我剛才說的一些字詞 就同學在解釋上 或者對於你去認識自己 我在這個所謂competence 方面 我那個自尊感高不高的呢 這個是比你衡量的準則 第二 其實就很重要的一個字 就不是你現在的成就是多少 而是你aware自己的那個能力 所以就是你有多了解自己的strength and weaknesses 譬如說我接受到我的限制 我的軟弱 同一時間你覺得 有些地方我承認自己是強的 其實我就可以說你在能力 competence 方面 你那個自尊感比較高 所以推論就變成 他有一些的成就 又或者他有肯定自己的長處 自己的弱項 於是能力感提升 自尊感就提升了 這個是第一方面 第二 有人說不只是說能力 起碼你找到自己的特色 那就是獨特感 獨特感很特別的 它譯法就跟selfhood有關 Selfhood 就是你有多覺得自己是 與眾不同的 自己有一個獨特之處 獨特之處 英文的字也挺準 就是你有一個很strong的sense of individuality 那就是什麼意思呢 我簡介 其實是realistic 一個self description 至少你說得清楚 我自己是怎樣 你清楚認識你自己 所以我將它歸納 中文一個說法 就是你的自我認識 又或者自我的了解 是清楚充足的 這樣的話個人的獨特感就提升了 譬如在某一個瓶貝的圈子裡面 你的角色呢 是自己能夠描述得很清楚 那你那個獨特感呢 就會存在 然後呢 你個人的自尊感呢 都會提升 因為簡單來說就是怎樣 你找到自己的位置嘛 你找到自己的定位嘛 那所以 正如我剛剛所講 位置呀 圈子 定位 那這些字呢 都可以幫助你去想 或者自己解釋 原來那個獨特感是存在的 那開始呢 講多一點關於人際方面 另外一個呢 我們曾經都聽過叫聯繫 其實就是affiliation affiliation就是你貼了一塊東西 那就會叫affiliation 其實呢 就跟一個歸屬感有很大的關係 就是sense of belonging the feeling of belonging to something 或者belonging to 什麼呢 即是social circle 我會這樣形容 除了belonging 我們可以說什麼呢 a feeling of acceptance a feeling of relatedness related to a certain social group 這樣都可以 那你怎樣可以感受到 這種所謂聯繫 affiliation呢 很簡單 你by什麼呢 by respected by approved by appreciated by others 那我所翻譯的字詞 我覺得比較準確的 就是受尊重 獲別人的接納 重視 認同等等 於是你就會發覺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原來是這樣 就是增強 於是呢 自尊地亦提升 OK 那另外一個 長遠一點 想遠一點的 就是關於方向感 英文的字我挺喜歡 mission 即是你人有沒有mission 就是什麼呢 feeling of purpose motivation 人是motivated 去做一些事情 about the life 其中一個字呢 我也沒辦法譯 就是self empowerment 即是你很empower 就是你很 簡單來說 就是你很給自己 一種動力去做一件事 那形容之下就是 譬如那個人的 負責任感 他多些 那個人是負責任感 使命感 你可以說 那個人的方向感 是高 當然你說 何謂有目標 你可以形容一下 譬如那個人 會時常訂立一個目標 是實踐的 有一個動力的 有清晰目標 在他的生命裏面 譬如我五年之內 有什麼計劃 十年有一個長遠的計劃 那些人呢 你可以說 他的方向感比較強 好 最後 安全感 不是說 人生安全的問題 那些安全感 其實就是 和你的社交環境有關 就是你在社會的圈子裏面 你怎樣覺得自己得到認同 如果在認同之下 講法就是 你當然是 feel comfortable and safe 但是究竟你怎樣為之 feel comfortable 或者令到你會有所謂的安全感呢 knowing這個字很重要 那我中文的譯法就是掌握 掌握什麼呢 兩日第一 究竟在圈子裡 他expecting什麼 what is expected 即是可能那個圈子的喜好 社交圈子的喜好 譬如朋友之間 講什麼的 不講什麼的 你都融入到 第二就是 其實你大概知道規矩 即是可能 我們 我會 想介紹一個自備 就是 norms 即是究竟 那個社會的圈子 或者說小一點 那個蓬佩圈子之間 有什麼norms 有什麼潛規則 如果你掌握到那個圈子的潛規則 那你當然 在那個群體裡面被人認同 那你就可以說他在那個圈子裡面 覺得 舒適 覺得 安全 安全感上升 亦都令到自己的自尊感提升 給大家看一看 其實 所以自尊五感 就有 就有五個方向 我個人認為 能力感 方向感 以及 獨特感 就比較和個人有關 而聯繫 就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像點對點的關係 就說多一點 而安全感 就很刻意 講整個社交圈子裡面 你裡面的角色 你覺得安不安全 那就盼望 其實 自尊感 其實還有很多其他 sychological explanation 而自尊感 有什麼特別之處呢 就是有一個五個向道 是令到你可以自尊提升 那麼它那個perspective 層面就比較高 那麼 回到一些exam base的事情 就是如果你要發覺 考試 可不可以一個 所謂block 一個向道 一個段落 去解釋 為什麼它自尊這麼低呢 我會認為 這個也是一個 挺好的方法 去幫助大家去答題